多拉恩梦这是患上红眼病 被大熊逼得黑化了吗 不不不 他意外和犯罪机器人交换了身体 还好大熊在最后关头认出了他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天 机器人带恩家跑去抢银行 给22世纪的居民吓得够抢 大熊则揉捏多拉恩梦的鼻子 念叨着自己还差一颗红色弹珠 多拉恩梦一脸猛圈 不知道大熊想干啥 不过这都不重要 因为他还有豪华铜锣烧没有享用了 可是 多拉恩梦刚准备吃 就被急着找弹珠的大熊砸倒了 豪华铜锣烧都给整没了 两人为此大吵起来 大熊疯狂道歉 多拉恩梦却拒不接受 要知道为了这个铜锣烧 他可是排了三个小时的队呀 而大熊被逼急了 竟爆出一句 多拉恩梦是个废物机器人 气得多拉恩梦火速跟他扭打在了一起 还好多拉没跑来提醒多拉恩梦做体检 这才把他俩叫停了 但多拉恩梦依旧很气 直接就跑去22世纪了 大熊拜托多拉美帮自己说说好话 毕竟今天可是多拉恩梦的生日呢 他可不想让多拉恩梦今天这么度过 画面回到22世纪 戴恩家抢完银行 轻轻松松就摆脱了警方的追捕 却因为躲避一只跑到路中央的小狗 意外翻车了 多拉恩梦也被多拉美推去医院体检 但他非常害怕医院 近半路拿出交换绳 将自己和多拉美交换了身体 毕竟 自多拉美气得不行 好不容易才换回身体 把多拉恩梦拖进了医疗室 很快多拉恩梦被绑在了检查台上 闭脸的不情愿 医生看他挣扎的样子 干脆把多拉恩梦麻醉了 好让检查顺利进行 在这没多久 翻车的戴恩家也被送过来做检查 他看起来伤得很重 陷入了昏迷 但实际上 却只是在装晕 戴恩家趁医生出去准备检查器具 伸出钩子 瞄准了多拉恩梦的交换声 随后多拉恩梦被护士叫醒 他的眼睛就变成了红色 没错 戴恩家和多拉恩梦交换了身体 然后戴恩家疯狂查资料 弄清楚了多拉恩梦的人际关系 由于多拉美急着让多拉恩梦和大雄和好 一时竟没发现端倪 没一会儿 真正的多拉恩梦醒来了 因为戴恩家因翻车损坏了发生系统 他啥话都说不出来 紧接着 警察告诉多拉恩梦 戴恩家的罪行估计要判个一百年 并且他身上的武器也全被卸掉了 这就给多拉恩梦整齐了 他挣脱束缚 警察们见状立刻开枪射击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子弹竟意外击中了桌上的炸弹 检查师瞬间被炸 多拉恩梦也在烟雾的掩护下逃出生天 误打误撞下 多拉恩梦来到了监控室 发现自己是被戴恩家强行交换了身体 戴恩家此时还跑去大雄身边了 多拉恩梦方寸大乱 立刻就去想救大雄 而为了逃出医院 他也是拼了 尽全程倒立行走 好不容易才瞒天过海 逃了出去 另一边 戴恩家已经跟大雄碰面了 他觉得大雄真人比视频上还要傻 大雄也感觉多拉恩梦有点不对劲 赶紧问他是不是还在生气 之后还把自己刚买的铜锣烧递给了戴恩家 谁料戴恩家最讨厌甜食 为了不露馅 他强行吃下去 吃的时候那叫一个艰难了 突然 胖虎和小富来叫大雄打棒球 大雄本想拒绝 谁料戴恩家立刻硬了 还说自己最喜欢打棒球 这就给大雄整猛了 他咋记得多拉恩梦并不怎么喜欢棒球呢 视角回到多拉恩梦这边 他躲在下水道里 还被老鼠吓了个半死 好不容易警察撤了 多拉恩梦捏手捏脚溜了出来 想去找多拉美 让他用时光机把自己送回去 但没想到的是 这时电视上到处都是戴恩家的新闻 多拉恩梦一露面 士修就赶紧报了警 多拉恩梦急到不行 从旁边拿了个纸袋就忙活起来 随后他画了自己面容的袋子套在头上 开始跳多拉恩梦的主题舞 多拉恩梦若有所物 但还没做点啥 警察便赶过来了 多拉恩梦只好踩着警务飞行器疯狂逃窜 多拉恩梦躲到垃圾场里 在这儿找到了时光腰带 但这腰带是坏的 根本没有用啊 他忍不住想放弃了 却正好发现了一颗红色弹珠 多拉恩梦想起来 大雄想要一颗红色弹珠 赶紧把它收了起来 而为了尽快见到大雄 他也趴在地上 认认真真修起了腰带 很快腰带修好了 警察也找过来 把多拉恩梦包围了 得亏这个时光腰带非常给力 这才及时把他送回到了21世纪 这个时候 戴恩加因为棒球赛里的优秀表现 受到了静香等人的肯定 他被大伙合力抛弃 心里那是说不出的开心 而大雄 他稳定发挥 害队伍输掉了比赛 于是被罚去捡球 戴恩加看他傻傻的 一时心软 说自己可以教他打棒球 但大雄一看棒球朝自己飞过来 就会立刻闭上双眼 戴恩加只好再三告诉他 一定要紧紧盯着棒球不放 不知过了多久 大雄终于打中了球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直接就抱住了戴恩加 然后大雄跑去捡球的时候 竟意外发现了昏迷的多拉恩梦 谁料多拉恩梦醒来后 竟意把抱住了他 大雄被吓得够呛 赶紧跑去找戴恩加 戴恩加发现不对 立刻拿出空气泡 把多拉恩梦轰飞了 戴恩加告诉大雄 这个多拉恩梦是来自未来的犯罪机器人 多拉恩梦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干脆跟戴恩加硬刚起来 多拉恩梦靠着戴恩加的身体 跟自己的道具PK起来 好不容易 他抓住了多拉恩加 怎料大雄为了救多拉恩梦 拿起球棒就攻击起了他 多拉恩梦一时分神 被戴恩加挣脱了束缚 他手持两架空气泡一顿打工 将多拉恩梦放倒在地 完事他还威胁多拉恩梦 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 不然大雄的安危 他可就保证不了了 回到家里 戴恩加把自己的案件 拨给大雄看 他不想让大雄靠近 披着自己皮肤的多拉恩梦 为此还直接表示自己作恶多端 不如早点毁灭 谁料大雄却说戴恩加好可怜啊 他应该也不想做出这种事 或许只是想和别人成为朋友吧 这就把戴恩加戳到了 这人竟这么善良 晚上大雄一家还给他庆祝了生日 让他忍不住有点羡慕多拉恩梦 很快到睡觉的时间了 大雄告诉戴恩加 自己的生日礼物 还差一点没有完成 戴恩加却根本不想听 大雄失落地关了灯 就在这时 窗外闪过一道黑影 大雄起身去看 立刻被多拉恩梦捂住嘴巴 一把薅走 没一会儿 戴恩加发现了不对劲 碰巧此时多拉美打来了电话 他就告诉多拉美 大雄被戴恩加抓走了 让多拉美赶紧把警察带过来 此时多拉恩梦把大雄带到后山 还把自己捡到的那颗红色弹珠交给了他 大雄非常开心 赶紧把弹珠装到自己 为多拉恩梦制作的泥塑上 原来他就差一颗红色弹珠 充当多拉恩梦的鼻子 大雄还告诉多拉恩梦 这是他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准备的生日礼物 多拉恩梦听得泪如雨下 大雄心里也忽然有了个奇怪的念头 眼前的这位该不会是多拉恩梦吧 可是 还没等他问出口 戴恩加就赶来了 戴恩加拿出自己加强过的空气袍 向多拉恩梦发起了攻击 多拉恩梦火速抱着大雄 闪到了一边 完事他就被戴恩加轰得到处跑 最后还惨兮兮地倒在了地上 但就算这样 他还是看不过戴恩加破坏森林 他拎起一棵被戴恩加轰断的树 朝戴恩加扔了过去 戴恩加闪躲不及 被砸了个阵子 还是多拉美及时出现 把他救了下来 与此同时 未来警察也杀到这里 把多拉恩梦包围了 而眼瞅着他们想开火炮轰多拉恩梦 大雄赶紧冲了过去 说道 多拉恩梦哭着点了点头 大伙一连猛圈 戴恩加却走过去问大雄 他是怎么认出来的 大雄笑着说 因为多拉恩梦就是多拉恩梦啊 听到这儿 戴恩加没忍住笑了 他向众人表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拿出交换绳想回到自己的身体 同时他也跟多拉恩梦到了前 说他真的很羡慕多拉恩梦 交换完身体 多拉恩梦直接扑到了大雄怀里 警察们则准备把戴恩加带走了 因为有一定的自首情节 做完牢 戴恩加还能出来和人类一起生活 而眼瞅着戴恩加要走了 大雄赶紧表示 希望他以后有空 能继续教自己打棒球 听到这儿 戴恩加啥也没说 头也没回 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而回到家里 多拉恩梦直接溜进大雄的被窝 跟他睡在了一起 大雄也说出了那句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